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再次回到读经事务栏目 今天晚上我们同样 预备了精彩的内容 要跟大家分享 那还是这样 我们先预备好我们的心 然后从我们的敬拜开始 让敬拜来开始我们这个节目 Abby请放音乐 谢谢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主啊 真的成由敬拜里面 所唱到的这个宝血 是多么的宝贵 哈利路亚 因着主 丁在之上 你的宝血所留下来 让我们的罪得到顺免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 更让我们领受 这么丰盛的奇妙恩典 主啊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们是何等的荣幸 能够领受这一份的恩典 哈利路亚 现在就把今天晚上的节目 放在你的手里面 求你亲自来带你的破弟兄 预备好我们弟兄姐妹 所有的心 让我们今天晚上 一起来领受你的信息 感谢赞美主 这样子祷告 奉靠主耶稣得圣的名求 Amen Amen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平安啊 那我们现在也收到 不同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在YouTube上面的留言 还有说是发邮件给我们的 有非常多的问题 哇 这个是非常的棒 太棒了 鉴于那个问题的数量的多啊 我们呢 在内部讨论过之后了 就决定说 我们会抽一级的时间 然后把所有的问题整理一下 然后破弟兄来统一的回答 所以要特别留意哦 如果你有提问的话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在我看那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个比较general的问题 我想先问 先跟破弟兄就交流一下 嘿 破弟兄你在吗 呃 在啊 哎 酷 OK 今天有个问题啊 我觉得是上一次的那个节目 大家类似有问过 大家都很好奇 你是怎么的学圣经学的 这么的明白的 你是怎么样 有什么pepper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嗯 我想第一个呢 是渴慕啦 登山宝训里面就讲到说 那个饥渴慕意的有福了嘛 那天国是他们的 就是所以对神的话语的渴慕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我现在讲的是 我们的心理的这个状态 那第二个呢 就说不要把珍珠挂在珠的脖子上 这个有两面的意思 意思是说 你想想看 神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话语 那他的话语里面 有两点 第一点 启示他自己 到底他是什么样的神 那这个等于是把自己的秘密 还有神国的计划 关于他是谁 然后他是怎么想的 他怎么感觉的 还有他整个这个神国的计划 从开始到最后 创世纪到启示录 这些的重要的计划 这些启示 这是很贵重 既然是很贵重的呢 他会看你有多少的渴慕 他就会开启你多少 那举一个平常的例子来讲 比如说那个我有一个朋友 他呢收集了2000瓶的这个葡萄酒 不只是葡萄酒 各式各样的酒啦 然后有的一瓶台币就好几万 你知道吗 又十几万了 但是呢他很乐于分享 可是他乐于分享的对象 必须是喝的时候会 也懂得说这个酒是非常好的 会去感激或者去去鉴赏 这个里面的好 给他一个很大的价值 就是你把他看为很贵重 既然你把他看得很贵重 那他就会乐于跟我们来分享 我想这是我们跟他的 之间的这个位置要站队 那有的人他读的时候 可能心理上面只是想要多 比较多的知识 那或者是有一些甚至呢 不相信神的人 他也很认真读圣经 但是他的动机是 为了要找出圣经的破绽 来证明基督徒多么荒谬 那当然就没办法开启 所以说这是一个 知道说这很贵重 那既然很贵重 他就会给认为很宝贵的人 还有饥渴慕义的人 所以我们先站队这个位置 然后你跟他求 他就会跟你开启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也是接触了希伯来根源以后 才觉得豁然开朗 不然我之前也是 还有很多疑问 这个呢也是神在末世的旨意 跟他荣耀的一个心意跟计划 其实在末世里面 我们这些外邦人 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 跟以色列有一个互相祝福的关系 这个就在路德记里面 互相祝福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因为越来越多的信耶稣 是弥赛亚的犹太人 他们先从他们的这个旧约出发 一路的呢贯穿到新约来 所以他们的这样的教导呢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来 比较多的出现 那这个呢 就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过去的 我们读不懂的地方 就是因为跟希伯来根源断根以后 那个焦点没有对焦清楚 没有对焦清楚 产生很多模糊的解释 而且很多的这种模糊的解释 他为了套入这个系统神学 所以他变成要有一些的 推论出来的东西 去把它填满 填满了以后才能够解释整个系统 那也至于这样子 我们有的时候会读到很累 甚至是读了互相的矛盾 也才会读出来光是一个 耶稣什么时候来把我们提走就好了 奇怪我们都读同一本圣经 那神的话语 好你看 光是我们什么时候被神提走就好 那灾前被提 灾中被提 然后灾后被提 还有那个没有提 还有分次被提 这么多种 我过去也觉得 怎么会这样 因为神的话语 不应该是让我们confuse的 神的话语应该是让我们可以清晰透彻的 而且是关于他要回来这个事情 这么的重要 怎么会弄成这么多不同的讲法 而且那么多的互相矛盾 而且各自引经据点 那个就是因为没有 从西波对焦出来的东西 那我也从这里面获得解脱 因为这四五年来 我读麦克路的东西 花了几百个小时 然后再加上跟他一起旅行 有问题就打电话问他 所以 要帮助我很多 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鼓励大家用西波来根源 那好 刚才你的分享 很好 那我就说 我先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调整我们的心态 要认清我们跟神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是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要求神 对不对 我们想要求神去开启我们 因为我们 要我们想要 我们就求神去开启 那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你给我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 简单你每天跨多少时间读经吗 这个只能大家尽量 我也知道 就是说 尤其你是当年轻的父母亲的话 那又上面有父母亲要照顾 那你当然时间就 当然了 我不是说把你的那个套用到大家身上面 我只是说大家都很想了解一下 因为我跟你比较熟嘛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我就知道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在上面 就大家有想 有没有什么拍拨 有没有什么捷径 其实这应该没有捷径 就是应该大家都是很 就认证地去 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捷径 那我是比较从这个end time 从末世的这个角度来读 也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end time末世 就是所有的经文的总结 比如说你要读懂启示录 那你当然要把旧约 新约全部都明白嘛 所以它才会成为一个总结 那这个总结对你来讲才有意义 因为这样子呢 我就喜欢从end time的角度来看 那这样子就会帮助我贯穿 比如说前天跟你们分享的 创世纪二十二章 那个都是预言 光是创世纪里面就很多的预言 亚伯拉罕说的那个 后在耶和华的圣山必有预备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神会为他自己预备 那这个东西是到耶稣那个时候 上十字架的时候 也真的 比如说像这样子 他有很多的预言 那我们要从这个预言的角度来看 另外一点 为什么神的话语这么宝贵 我也不喜欢用解经这个字 因为我觉得是生命的话语 就好像耶稣说 我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那我个人呢 也是因为大量读经了以后 我发现说心意更新而变化 照它的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 metamorphosis metamorphosis呢 就是以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 这个叫做metamorphosis 它的生命的样式 连生命的喜好都改变了 但是它同一个生命 那神的话语会让我们 本来是属地的这样生活方式 属血气的 会渐渐地读了神的很多话语 以后 祂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取代了我们原来的生命 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我们的情感 你的爱恨情仇 渐渐地会归耶和华为圣 那也会以神的爱恨情仇 为你的爱恨情仇 然后悲观的人会变得很乐观 因为圣经里面 神的话语都是超越的 祂是超越环境仙 是超越一切限制的 你从祂的话语里面 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能力 可以经历 所以你的性格也会改变 那所以为什么圣经 才会讲说 它会让软弱的变刚强 那软弱变刚强不是说 哎呀你就是只有 这个一些圣灵充满就好了 大家有什么很有恩高的人来 然后呢你去给他祷告 哇 圣灵充满 那问题是充满了两三天以后 你还是用 因为缺少去吃神的话语 那种一步一步的改造建造 但是你如果有 就耶稣说的这样子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那把的话语大量吃进去以后 它就会改变你的想法 还有改变你的思维方式 看事情的角度 还有改变你的情绪 改变你的情感 甚至改变你的潜意识里面的感觉 所以圣经才会说软弱的会被钢强 哀哭的会起来跳舞 因为你就会像神一样啊 神才会永远看到光 神就是光 所以你里面有光 你到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 你会看到光在哪里 然后从那里呢 把那个光给扩大 那你会知道神是盼望 因为他话语里面 有那么那么多的应许 那你都知道这些应许都是真的 因为过去都应验那么多了 你要买股票就买这一支 这一支绝对是一直涨停的 没有涨停板一直涨的 而且买的不会跌 而且最准的 所以要投资在这个上面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所以呢 甚至有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情绪来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 这整个心思意念 都被神的话语改造过 就好像你有个防毒程式 所以过去呢 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悲观的 那个悲观的想法 或是常常容易害怕的人 那个害怕的一个想法 进来的时候 会跟你里面 好像自动有一个 防毒的程式在里面 他会跟你里面的不合 所以呢 他一进来你会知道 你就把他丢出去 他就进不来 变成说 你就会常常活在很有信心 常常活在很有能力里面 因为你知道圣灵加给你能力 然后你讲神的话语 那神的话语就会释放能力 你自己都会经历 如果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那个都是短暂的 就慢慢慢慢 就会有神的性格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都会有耶稣 长成的样式在我们里面 他会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的性格也像耶稣 那神的性格就喜乐了 所以你就会过一个 常常喜乐的生活 那这个不用是 我们自己去假装 或挤出来 不用 你只要大量读神的话语以后 我跟你讲 就是说不出来的喜乐 所以圣经里面 彼得才会说 为了耶稣的名受破坏的时候 你居然会有一个 说不出的喜乐 会有那么 inexpressible的 joy 太棒了 好 谢谢破地兄分享 我就不打扰你 我们先停在这里 不然的话今晚 今晚又要讲很多了 那弟兄姐妹 最后就是说 我大概就整理一下 破地兄呢 他讲的三点 我觉得就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 明白我们跟神的位置 第二个当你渴慕的时候 第二步就是求神 向神要 然后求神来开启 那第三步呢 破地兄刚才有点谦虚了 没有讲 其实就是坚持的读经 我认识破地兄很多很多年了 然后他的读经的那个热忱呢 跟专注度是非常吓人的 非常惊人的 这个是常年累积下来的 像他刚才分享的 只要把神的快语 读进去 吃进你的生命里 你必然就会有得着在那边 好不好 我们也就鼓励弟兄姐妹 每天都坚持的去跟神的快来分享 还有一个那个 利利郭姐妹提醒我们 凶暂时 这个远见不是很安全 我们知道了 谢谢你的提醒 因为我们讲的不是国家的机密 我们讲的是神国的奥秘 所以就祝福了一个 要来偷听的一些人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酒 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我们的破地兄 哈利路亚 对啊 神我跟你讲各位啊 两年之内 神绝对行大事的 我跟你讲会有那种大批大批的基督徒被兴起 这个一句华人 我跟你讲会有一整大批 因为这都写在圣经里面 神的话语一定会应验 但末世他要用很大批很大批的 华人Christian 然后呢 那些财力物力 智慧热情生命什么 都会被神国大大使用 这是我们这个华人 在末世荣耀的命定 哈利路亚 所以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呢 积极的在预备末世先锋 因为呢 我们在预备华人的基督徒的末世先锋 又会 两三年会兴起来一大批啊 因为神的时间快到了 哈利路亚 那我们先进到今天的第一张的slide 那今天呢 是亚比越20号 我相信呢 这样子下来 大家都应该对基伯来立法 我们活在哪一天呢 都很清楚了 今天呢 以美国加州时间 现在是亚比越20号的开始了 那亚比越21号呢 就是除笑节的结束 你看 时间过得真快 不知不觉中呢 这个七天的除笑节呢 也就要结束了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在这里 真是感谢你 主啊 我们在主 你自己所制定的立法里面呢 在这里呢 吃你的话语 这样子大量的来吃你的话语 这样子来吃无效饼 就在除笑节里面呢 真的就是 在这边吃无效饼 就是主你自己没有罪的生命 就是这个无效饼 不只是在一月节 你只是让我们得救 斩断了法老的 能够挟制我们的 那个power 你把它给斩断掉 释放我们了 让我们得救 但是呢 更重要的在这个除笑节 借的这个教导 让我们能够 把你的话语呢 吃进来 变成从得救 进入得胜 因为主我们知道 你的心意 不只是要万人得救 甚至你呼召 要有虚虚多多的得胜者 就好像你在启示录里面 给启示录的期间教会 你一再的说 那得胜的 我要给他什么奖赏 那得胜的 我要给他什么奖赏 那得胜的 我要给他什么奖赏 那么多的得胜者要兴起 那感谢主 你赐福我们这段的时间 圣灵丰丰富富的 开启我们 我们用神的信实 为良 神你自己的能力释放 当我们在 吃喝你的话语 里面的时候 让我们的 所信的道 跟信心 一起调和 哈雷路亚 赞美你 我们就活出 那得胜的生命来 哈雷路亚 终要你自己的名 奉耶稣 祷告 阿们 好 上一集我有跟大家讲 出手节跟五旬节 这两个节日呢 神有一个特别的算法 直接锁定了 一定是七日的头一日 一定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出手节跟五旬节 一定是星期六日落开始 到星期天日落结束 七日头一日 然后他是怎么规定的呢 他的规定是说 出手节的定义呢 是在 玉月节以后的 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 根据这样子呢 我们今年的这个出手节 是在 雅比月十八号 因为雅比月十七号 是安息日 五旬节也是一样 五旬节呢 他的规定呢 就是从这个出手节 这一天的下一天开始算 你要算七个礼拜 七个星期 四十九天的隔日 所以你从出手节 开始七日的头一日 然后你开始起算 然后到四十九天以后 又是安息日 那安息日的次日 就第五十天了 那个第五十天呢 又是七日的头一日 这个就很特别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如果再去读五旬节啊 你会发现他也是 另外一个出手节 他是什么出手节呢 他是小麦的出手节 我们现在前两天才过的 这个出手节 是大麦的出手节 OK 所以两个呢 他都有复活的含义在里面 这个是他们的关联性 那当然还有更奥秘的地方 关于五旬节 那我们就到后面 五旬节的时候 再来说了啦 我们到第二个slide来 那关于耶稣 骑驴进耶路撒冷到复活 这个礼拜的时间 是发生很多很多的事件 我们就只好慢慢讲啦 因为后面出校节过了以后 事件编号就比较少 我们再把之前的 还没有讲到 再多讲一些 另外也再凑一天来回答 各位选取的问题来回答 另外知道 一讲到月桂 大家就有很多的兴趣 那会有问题 很多疑问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月桂 跟那个耶稣的 宝血的奥秘 这个来讲 但是呢 在那个之前就请大家 直接在我们的 末世先锋的网站 去搜寻那个月桂 这一方面的我们的讯息 因为你事先花时间去读以后 你问出来的问题 或是再听我再讲一次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印象就更深刻 串联的会更好 所以今天我们选定 事件第180 那在这个事件第180里面呢 我这个主题是这样 就是预备预月节 其实这边一个问号 就是预备预月节 问号还是除校节的第一天 因为圣经的经文 有一个地方 让我们产生的困惑 那所以有弟兄姐妹 有问我说除校节的第一天 等一下我会处理那个经文 那所以我们先把相关的经文 把它凑起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要先解决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 斤斤计较 读神的话语 是真的要斤斤计较 每一个字都要计较 多一个字少一字都要计较 重复的字你也要计较 然后呢没有重复的 为什么漏掉的 你也要计较 每一样呢 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圣经真的是 完全一点错误都没有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太多人批评说 圣经的一堆有很多错误 那以后当你们在教导 圣经的时候 你一定会碰到挑战的 所以我先要跟大家 把这个底打好 你就知道圣经是 完全是没错误的 有错误呢 有的时候是在那个 翻译上面的误解 OK 它的原来的意思 原来原文的细节 没有错误的 那这样你对圣经的话 你才会真的非常有信心啊 不可撼动的国 才会在你的里面 马可福音14章12到16节 这里面呢 第12节讲得很清楚 除孝节预备期的开始 大家把自己给圈起来 这个是preparation 我们一直讲preparation 预备 预备节 那就是整个呢 是一个预备期 那个预备期有好几天 我们等一下要讲 所以这个一开始 马可福音讲清楚 这是预备期的开始的 后面13、14节 我们之前有读过了 基本上呢 这个是耶稣跟他们指示的 几乎呢 就好像耶稣呢 自己安排的 说的那个话语啊 就好像是通关密语一样 你就一定要这样子回答 人家才知道说 你就是主耶稣派来的 然后呢 第15节啊 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 好 所以我再讲一次 这个预备呢 是要预备好几天的 如果要预备 预备节的晚餐 它是有几天的预备期的 所以不是表示说 那当天晚上 就是要吃预备节的晚餐的意思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预备 预备节的晚餐 第16节 好 这样子我就把这个给讲清楚 我们再下一个slide 马太福音呢 这里面呢 也讲了除孝节预备期的开始 所以我们照一样 好 再来到slide第4 路加福音22章第7节 除孝节接近 接近 所以还没有开始 好 那基本上呢 这个意思到这边都很清楚 可以解答大家的疑问 好 到第slide number5 好 那预备日呢 照Michael Rue的讲解啊 预备预备节的晚餐 不是一天的事情 他那个预备日呢 是从亚比越的9号的下午 一直到亚比越的14号的下午 这些呢 都是预备日 预备的期间 为什么呢 他是从亚比越的9号会开始呢 然后到14号下午 这一段时间都算是预备 预备节的晚餐的日子呢 大家还记得那个预备节的羔羊啊 是什么时候被选取的吗 好 三秒钟的时间 让大家在你们的脑筋里面思索一下 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有答案 就是在亚比越10号 那天你都要到市场去选了 然后选了以后你要干嘛 要把他绑起来 然后你要检查4天 4天之久 要检查他 那这个我们都讲过 他都有应验在主耶稣的 这个预言的意义上面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这样子呢 主耶稣呢 亚比越10号 那一天骑着驴 进入耶路撒冷 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是照诗篇118篇 弥赛亚的身份进来 可是这个弥赛亚 因为呢 他是同一个弥赛亚来两次 同一个弥赛亚来两次 第一次是以受苦的仆人的身份来的 那个是在以撒尔书的52章53章里面所描述的 那有听我过去几集的就知道在说什么 那如果没有听的那个时候 你们这的大家可以回去听 这非常重要 那所以呢 耶稣那一天 那个时候是以弥赛亚军的身份 骑着驴居子 驴进来 没错 大军王的身份进来 但是呢 他第一次来是要完成受苦的仆人的这一个任务 就是钉十字架 然后呢 已经被破坏的门约更新 Renew成新约 那那个时候就是以那个逾越节的羔羊 而且是上帝所选中的逾越节的羔羊 然后上帝呢 也留他呢 从创世以来呢 留了四天最后结束才让他出生 所以耶稣的出生呢 是在那个创世以来呢 三九九八那个时候 好 等于是四天 一样 那上帝呢 检验他四天之久 因为呢 他不会因为是那个上帝的独生爱子 就新生骄傲 搞那些有的没的 那所以他通过了四天的决宴 那撒旦是 你很快就因为他的荣光败坏 新生骄傲 就从荣耀的天使呢 一路堕落成为古为王 别西普 那个苍蝇王 你知道苍蝇最喜欢绕着什么呢 那所以从那个荣耀 那种很高的降到 那么卑微卑劣的 这样子的地步 那耶稣是降到最卑微的地步 但是神把他升到最高的荣耀的地位 这完全不一样 所以亚比越十号就要去把 越决高阳选好了 检查四天 耶稣呢也真的被 法利塞人祭司长文士们 还有这些王们 还有到最后被比拉多审问 四天之久 到最后还宣告说 由比拉多口中代表 那个世界的政府 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嘛 算是就是 等于是代表全世界的政权的 那这个世界的政府来宣告 说我从他里面 查不出任何的罪来 以至于呢 比拉多就在主耶稣的面前 在众人的面前就洗手了 然后就说这无辜人的罪 不归在我手上 跟我无关系 多讲一句话 其实啊 比拉多他很明白妥拉的 比拉多为什么会 那个时候呢 在众人面前把手洗干净说 留着无辜人的血 不归在我身上 这个在妥拉里面 就是如果你们去找 我有分享那个红母牛 那主耶稣呢 除了是真正的 月节的羔羊以外 他也是真正的红母牛 好那旧约妥拉的记载呢 如果有流无顾问的血的时候 你找不出来是谁害的 那那个城门里面 城里面的长老要去牵一头 红母牛 然后呢 要在有活水泉源的 那个河流旁边 然后呢 要把这个红母牛的景象给打断 长老们要在他的面前洗手 然后就说耶和华 留无辜人的血 这罪我没有看到 也不是我们这一个城里面的人杀的 所以呢 这个我把手洗干净在 你的面 在这个红母牛的面前 那这个罪 无辜人的罪不归于我们身上 好你看这个圣经里面 每一个细节 真的都实在是太厉害了 有时候你会想说 天啊 这个剧本 几千年前就写好 然后一直写 超过四十个作者 然后六十六卷书 然后超过两千年的时间 大家一起写 写完了以后 要这么精准的在未来 这样子来应验 然后在那个剧本里面的人 就真的照这样子演 自己都还不知道 这个不是在写侦探小说 你在写那个侦探小说的时候 你可以编剧情 你可以想好 然后到最后一张的时候说 这个凶手到底是谁杀的 你说哈 原来我们都认为是这个人杀的 真正的凶手 原来不是他 原来是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 看起来最善良的那个 然后看起来最不善良 那个反正不是凶手 然后你再回头去看 回头这样一章一节 回溯那个溯源 回去一直看看 看到第一张 所有的线索才全部make sense 所有的细节 为什么那个人在那个时候 要讲这句话 为什么那个人这个时候要出去 为什么那个人要在那里 故意放的那个什么东西 哇 种种种种的 哇 那问题啊 那是写侦探小说啊 可是圣经不是 不是fiction 它不是小说 它是要在人类历史时空里面 要应验的 那你这个东西怎么写啊 真的除非说是 像Chuck Mishler 他所常常讲的 这个是由一个在时空的限制 Outside of time dimension 在时空的限制以外的神啊 他才能够写这样子的 真正的不是小说的小说 除非过去现在未来 全部在他的眼前 那个就是 习在今在以后永在 耶和巴这个神啊 因为他既然创造了宇宙 创造了时间 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以前 就没有时空嘛 没有时间没有空间 它已经存在了 所以他既然创造了那个时空 他就不被时空所限制 他在时空的外面 光是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说 圣经呢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所写的 没有其他人能够写 这神所写的 那也就是这样 我为什么讲这个 就让大家会 哇哦 哇哦 因为我第四清 Chuck Mr.讲这样的时候 我是挖了不知道挖了多久 我才oh my goodness 这么厉害 那就是因为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这么厉害 才会让你呢 很多的西雅图未眠夜 然后你就一直要挖 一直要知道 一直要清楚 然后越来越兴奋 ok好 然后呢 你就整个人就心意更新 人变化 好 那这边呢 绕出去绕太久 赶快绕回来 那现在重点 马太福音的26章的17节 让我们一下就迷糊掉了 不管是King James版或是和和本 就是讲除校节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育月节的宴席 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 所以这一 马太这么一写呢 就把之前我们前面的slide 马可跟路加的 哇就 怎么会变成矛盾 那既然圣经是毫无错误 都是神的话语 是圣灵的那个感动力 私下写出来的 怎么会连这么简单的问题 这等于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都搞不清楚呢 有这么荒谬吗 不会的 各位放心 所以呢 这个呢 我就根据Michael Roo的讲解 那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好 哦 刚刚那个雅比越9号到14号 我少讲一句话 所以呢 大家想想看 对啊 所以你预备日很长啊 对不对 9号开始 然后你10号就要去准备啊 然后买羔羊啊 然后检查 不行 还要拿去退货 再赶快再换一只啊 对不对 那你不能先宰了啊 你要到那个雅比越14号 真正月节那天 对不对 雅比越14号下午的时候 你才能宰啊 宰了以后 你要先宰了它 你才能烤啊 烤羊啊 你不是吃全羊撒西米啊 你要全羊来烤啊 所以你这个下午宰了以后 还要赶快预备啊 清一清啊 再烤啊 什么这些的吧 所以这的确是到 这个整个预备期 就是有这么长 而且当中你还要除效 把家里的校要拿掉 在除效节还没到的 前一天要把校给拿掉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主耶稣呢 两次上圣殿 福音书 他不是两次上去圣殿首节而已 但是我是说 他的七四个州的服事里面 所记载的两次 那个上圣殿 都是去那边除效 就是把那些的 因为他的家嘛 他的殿就是他的家嘛 那圣殿就是他的家嘛 殿跟家是同一个字 你记得我跟你们说过 那个Shakai in Glory 就是他那个 以那里为名的居所 那居所就是家嘛 那当然就是要去除效 那些贩卖银钱的 什么那些 本来就不应该在 他们应该在 那个圣殿山下面那个地方 不是在那里 那里不是做买卖的地方 所以他耶稣把这就推翻掉 叫他们出去出去 要这些的 因为他也跟着除效 那就是除效节的前一天 好 所以呢 马太福音26章17节 大家注意King James Now the first First 有没有 我用红字写了 然后后面呢 史特朗经文 G4413 大家注意后面那个字 Day 大家看看King James 他的字是用浅灰色 不是黑色的 然后他的字体是斜的 我们叫Italic 是斜体的字 然后你看那个 of the feast 那个feast呢 feast跟后面的of 也是一样 像这样子的 浅灰色 而且是斜体的字 淡色跟斜体的字 为什么 这个King James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原文里面没有的 是他自己翻译 加进去的字 他会告诉你 这个会提供给我们 重新思考 这个圣经经文的 一个很好的线索 那这样我们才不会被翻译的 以为所翻译的字 就是铁的 就是死的 不能改的 那万一翻译的人 因为我也自己也帮Michael Roo翻译 还有我们翻译他的书 我也知道 那有在做翻译的人知道 那个翻译呢 跟理解 我们叫translation 我用英文来讲比较清楚 translation是我们叫翻译 interpretation也是叫翻译 可是这两个就分不开 因为你要去翻译人家的东西 你要先了解他的思路 他的前后文在讲什么 你才有办法把他的意思 要翻译出来 那你要了解他的意思 当然你怎么了解他的意思 就会决定你怎么翻译出来 所以你怎么interpret 诠释他所讲的话 就会影响到你怎么翻译他 就会影响你的translation 所以interpretation会 dictate 你的translation 可是呢 原来讲话的人 他讲的话是没错的 重点在这里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追根探底一下 所以呢 现在the first 我们就翻译 这边说是第一天嘛 难怪 他因为那个和合本 照King James 或者是其他的英文版本 的确就写first day OK第一天 那其实原文不是这样 原文是G4413 那我们看下面G4413 史特朗经文 Protos 有没有 大家看到 P-R-O-T-O-S Protos 那这个Protos呢 它的字根是G4253 但是Protos呢 它本身呢 就有一个before 我用一个红字 红色的字 B-E-F-O-R-E 有没有 before 之前 还有后面 还有一个former F-O-R-M-E-R 也是表示之前的意思 former 那这个pro 我们都知道说 那个在英文来以后 我们都很明白嘛 比如说Proactive 什么叫Proactive 就是说你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 你今天有一个超前的准备了 那个叫做Proactive 不是事情发生了 你才来Reactive 你才React to事情发生的 Proactive是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已经Pro了 事前了 有准备好的应变计划 比如说这样 那所以这个Protos就是有Pro 字根就是Pro 那也是before跟过去 former的 当然它的隐身的意思 也可以被隐身成为 最重要的 居首位的这个意思 foremost 所以呢 也可以翻译成为 beginning best first of all 这个都可以 可是那至于你要选用 哪一个恰当的字来翻译它 那你当然就要看 所有的上下文 还有看所有的经文的比对 以后你再来决定 那所以呢 经过这样过程考察了 Michael Roo的讲解 那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接受 是非常精准的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再看第6 那Pro呢 我特别把这个Prior 有没有 P-R-I-O-R Prior 那就是之前的意思 所以呢 结论呢 我觉得是可以达到这个很安全的结论 很正确的结论了 说应该要翻译成 before 育业节前 而不是说first 第一日 而且它原文没有日 所以呢 我们这样就可以把刚刚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个经文呢 把它给解释清楚 那从此大家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了 就不会再拿这个来问我了 如果有人再发这个问题 请大家替我回答 然后到第7个slide 我要讲事件181 因为主耶稣的这个最后的晚餐 之前我讲过他启动麦基喜德的祝福的这个奥秘 这一次呢 我要重点是要放在犹大出卖耶稣 怎么应验的圣经的经文 所以我跟你讲 弟兄姐妹们 我以神的良善劝各位 尤其年轻的弟兄姐妹 我又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哎呀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时间很多 你们一定要好好读经 因为我跟你讲 自从进入这种圣经的这种 这样子来读了以后 我发现 我现在连电影都不太看 因为我觉得看完没什么意思 看完也没什么兴奋的 虽然剧情啊什么这些 有的编的真的很不错 可是我觉得跟这个读圣经比起来 哦 那个从圣经里面来的喜乐啦 好像进到神的心意里面 你有时候可以读到神的感情 哦 有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心 跟耶稣的心 有这个有一点一起跳动的感觉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读 读到说你读那个经文的时候 你好像你那个脑筋里面的思路 跟着经文在跑你知道吗 然后你会自然而然会想到 想到那个下一个 那照这样这个思路跑下去 下一句 下一个经文大概是什么东西 结果会是哪一个意思 结果你看下一句 真的就是这样 哦那个超级兴奋的 就是好像你的那个mind 你的整个脑筋那个思路 就是进到那个神的时空里面 就在那个整个浩含的这个正经里面的经文里面 创世纪到起初 那个变成活活的进到那个时空里面 在那边跟神在那边一起学习 或者是跟他一起运行这样子 哇这个真的是那种感觉是超棒的 那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我就把油打 什么出卖由耶稣 然后这里面 到底有多少的细节 也是那么久以前 在诗篇里面就写下来的 而且我要等一下带大家 回去看诗篇第41篇 我相信这对你们来讲 都是蛮新鲜的一个经历 因为我过去也听很多讲到 没有听到讲这样子的 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跳到第9个slide了 约翰福音13章第二节 就在最后的晚餐结束了以后 耶稣已经将 卖这个耶稣的这个敌意 放在油大的心里面 要叫他出卖耶稣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油大的他那个时候决定要行动 大家不要小看油大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 那个祷告里面 有讲到说凡父所交付他的 他一个都没有失去 除了一个那个沉沦之子以外 那他就是在讲油大 后面我们都知道他自杀以外 其实到最后千禧年 白色的大宝座的时候 被复活的时候 也是会丢到流芳火壶里面去 那个就是真正的灭亡 但是耶稣所呼召的12个门徒 除了油大以外 没有一个灭亡的 就算他们殉道了 但是会有复活的永生 重生 这个我们前几集都有讲过 没有灭亡 反得永生 这样子又是一汉福音三章16节 更深的含义 是不是大家觉得又更深的一层含义 然后呢 这个油大呢 因为是son of prediction 沉沦之子 那大家要注意这个字 这个就是敌基督的其中的一个头衔 就好像耶稣有许多的面相 所以呢 需要用很多的不同的头衔称号 来称号他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明白 耶稣有多么的丰富 在每一个不同的面相 里面有他的特性 比如说他是仆人 对于撒尔书里面受苦的仆人 那这也是啊 这也是一个弥赛亚的称号之一 他特别来凸显 他是那种奴仆的心智 是神的奴仆的这样子 这个敌基督呢 相同的敌基督他的邪恶 他的欺骗 他的恶毒 他的毁谤 他的谎言 他的种种种种的 也是另外一种反面的极端的教材 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反面的极端 所以耶稣呢 有多圣洁 撒旦的那个邪恶 相对来讲 就会有非常非常的邪恶 以至于要用不同的称号 让我们注意 那在这里 犹大 son of prediction 成伦之子 结果主耶稣亲自用这个字 后来在使徒行算 那使徒也用这个字 然后他们只认出来 耶稣讲的成伦之子 原来就是在讲诗篇四十一篇 预言的里面的那一个 那等一下我们看诗篇四十一篇 那不只是这样 甚至保罗在铁撒罗尼加 前书后书那边 也有讲到成伦之子 就是那大罪 又出现了一次 所以这个犹大本身 就是狄基督的foreshadow 他是狄基督的预表之一 这个犹大本身 他是心甘情愿的 让撒旦把他完全的占满了 就好像未来的撒旦之子 他也是一个human 他是一个人 可是他凭着他的自由意志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大家参考就好 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讲 是有基础的 就是说狄基督 跑向出卖耶稣的犹大一样 他其实是知道基督的 可是他也知道基督的美好 可是他就偏偏不要 你知道吗 然后他偏偏要用他的自由意志 要来选择撒旦 他不要选择耶稣 心甘情愿的 让撒旦进到他的心里面 所以他所做的 就是撒旦借着他所做的 那这个我认为 在末后启示录的时候 基督出现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 像这样子的影子在里面 接下来到第十个slide